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带着李秋水隐居于世外桃源之地 过着冬中无日月 人间至乐也的大享清福的日子 这真是何等的逍遥自在 但让人好奇的是 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逍遥派 甚至逍遥派的门人自己也说过 一旦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就会选择灭口 那么逍遥派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门派呢 关于这逍遥派真正的背景来历 一切就得从灵九宫开始说起了 书中虽从未明确说过灵九宫的起源 但金老曾经暗示过他是大有来头的 虚竹曾经说过 这些地道 石窟 构建雄伟 少说也是数十年之工 而且非常耗费人力物力 绝对不是灵九宫这些人干的 说明灵九宫是一个建造规模极大的工程项目 至少是一个万人工程 而上万人的建造工程 这就不是一个江湖门派所能拥有的实力了 古时候能有这种实力规模的实力 理论上就只有政府和军队了 也就是说灵九宫是一个有着军政背景的建造工程 而我们再看上面这段对灵九宫的文字描述 一座巨大的石宝未然耸立 宝门左右各有一头石雕的蒙鳩 这灵九宫实际上就是一座石宝 宝石军事上防守用的建筑物 这石宝上雕刻的蒙鳩 是一种凶狠的动物 与逍遥派整体的风格体系 基本是搭不上身边的 它更像是军队才有的标记记号 因为古代军队的旗帜上 经常使用飞禽走兽作为旗标志 军队讲究凶狠 所以军队的旗帜上 一般都会会有凶狠的动物 我们接着看灵九宫的人员编制 它采用的却是军队编制的单位 而并非江湖组织所用的编制单位 江湖组织一般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成员之间 大多是师城关系的组织 叫做门派 一种是成员之间 大多无师城关系的组织 叫做帮会 门派一般是用门来作为编制单位 比如尹志平 是全真派邱楚基的门下 赵志敬是全真派王楚一的门下 令狐冲是华山派岳不群的门下 而邦会则多用舵和堂来作为编制单位 比如丐帮大志分舵舵主全冠清 天鹰教天威堂堂主 阴也王 而灵九宫的人员编制用的是什么呢 是布 布在古代可是军用编制单位 例如在三国志周瑜传中就曾说过 语为前部大度 虽说在江湖组织里 也有使用军用编制单位的例子 比如说鸣教用的齐 但这并不是常见的军用编制单位 而且鸣教虽然是个江湖组织 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军事组织 教内有着自己专门组建的军队 肯定和普通的江湖组织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们再看灵九宫九天九部的名字和方位 原文描述道 属下浩天部向东方宫营尊主 阳天部向东南方 赤天部向南方 竹天部向西南方 承天部向西方 游天部向西北方 玄天部向北方 鸾天部向东北方 军天部把守本宫 这些都是源自中国神话传说概念里的九重天 吕氏春秋游史约 天有久也 为中央与四正四余 中央约军天 东方约苍天 东北方约变天 北方约玄天 西北方约幽天 西方约浩天 西南方约朱天 南方约延天 东南方约阳天 这九天九部的名字 和寻找同老的方向 都是与九重天里的名字和方位 一一对应的 军天部把守本宫 对应中央 浩天部向东方 对应苍天 鸾天部向东北方 对应汴天 玄天部向北方 对应玄天 幽天部向西北方 对应幽天 承天部向西方 对应浩天 朱天部向西南方 对应朱天 赤天部向南方 对应延天 阳天部向东南方 对应阳天 而九重天又指 帝王或朝廷 韩玉在左迁至兰冠 是指孙香中写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 西扁朝阳 路八千 严淑的幻西沙写道 可惜一乡诸伯外 不辞清畅欲尊前 使心归尽九重天 所以根据宗上所述 这灵九宫背后 无疑是有军政背景的 那么灵九宫 究竟有什么样的军政背景呢 我们就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上 开始分析吧 灵九宫是在西域天山飘渺峰 飘渺峰肯定是在中国境内的天山上 而中国境内的天山 只在新疆省省内 那就是说 灵九宫的地理位置 是在新疆境内 而须竹前面又说过这话 他们说 石窟中有数百年前 旧主人移下的图像 那灵九宫就是数百年前的 军政建筑了 那数百年前的这段时间里 新疆当时是归哪些势力管辖呢 除了有一段时间 大约一百七十年左右 新疆是在唐朝的首例之外 其余时间里 它都是在一些 不同的西域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 我们再看灵九宫的地宫石壁上 所刻的东西是逍遥派的武学 石壁上圆圈旁住着 甲一甲二子一子二等数字 而这些数字都是用汉字来写的 也就是说 石壁上的这些东西都是汉人所刻的 更确切说的话 这应该是唐人所留下的 因为在曾经这段新疆被统治的时间里 当时只有唐朝是唯一的汉人正确 所以灵九宫就和历史上那些西域国家的势力完全无关了 而是大唐官方专门建造的一个军事建筑 此外 唐朝当时管想新疆地区的机构 是一个叫做安息都护府的军政机构 那么这灵九宫的起源就应该和安息都护府有直接的关系了 而据史书记载 贞官22年唐军入住秋辞的时候 曾同时在秋辞 以上是史书上对该地区曾修过石堡的记载 除此之外 安息都护府的办公驻地就一直在天山山脉中 而且这里还有一只五千人的驻军 叫天山军 而安息四镇在安市治乱之后 与大唐朝廷的联系及交通都被阻断了 安息都护府管辖下的军队都成了孤军 最后全军覆没于这里 逍遥子 我们再来看逍遥派的创始人 逍遥派的前任掌门人 逍遥三老的师父 逍遥子 再分析一下他的背景来历 中国姓氏里是根本没有姓萧的 那么逍遥子就肯定是一个别号了 而历史上刚好有这么一个人 他的别号就叫做逍遥子 这个人年代背景的时间 都与书中的逍遥子完全吻合 攀狼 后逍遥子送出著名隐士 真实历史上的攀狼 是在公元1009年死的 而根据逍遥三老的年纪 我们也可以大概推测出 逍遥子的活动时间 就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 因此历史上攀狼的活动时间 和小说中逍遥子的活动时间 大致一致 而隐士 这是一个道家哲学术语 基本上都和道家有关系 而逍遥派就正属于道家门派 其门派的武功和门人的名字 不少都是来自于道家名作庄子里 康广林也曾经说过 逍遥派是道中之盛 而且逍遥派的处世风格也是隐 其是一个隐于江湖之中的门派 更关键的是 攀狼这人也是当时的一个造反分子 他在生前就曾经参与过两次谋犯 其中一次则是秦王赵廷美的谋犯 赵廷美与哥哥赵光义之间矛盾很大 由于他对自己的三哥一直相当不满 于是其就想篡夺赵光义的皇位 在暗中与一干人等秘密策划着谋犯 这其中就有逍遥子攀狼的参与 那么逍遥派的背景也就呼之欲出了 公元940年前后 逍遥子在西域游里 发现了大唐安西都护府留下的武学遗产和石宝 并以此建立了逍遥派 这个石宝就是后来的灵鹫宫 逍遥派的大本营 他开始秘密招收弟子和门人 打算在滥世之中建造自己属于自己的势力 没想到赵矿印义军突起 很快便建立了宋朝政权 并在随后的十几年间统一天下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将逍遥派彻底隐藏 并对弟子留下反松的遗言 自己随之消失或许是寻找更强大的武功 再或者是逝去 后来逐渐消失在大众的事业中 了无音讯 他的三位弟子秉承他的意志 开始秘密谋反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他的弟子们并没有团结一心 反而为了男女之情 争风吃醋了一生 乌鸦子被困几十年 天山同劳一人坚守灵鹫功 李秋水远走西向 姐妹之间反目成仇 其实在逍遥子离去之后的几十年里 他们依旧在进行反松的斗争 李秋水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天山同劳为什么坚持要收服三十六洞 七十二道 丁春秋打着逍遥派的名头 到处为非作答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清理门户呢 这些问题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